欢迎回来,感恩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简单西兰花蒸和包蛋食谱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道食谱很适合在忙碌的时候快速做来 吃,有鸡蛋和蔬菜吃,简简单单又一餐了 这道食谱只需要蒸一蒸,不需要开锅煮 很适合不想下厨煮炒的时候做 赶紧关注我的频道顺手收藏食谱了 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材料有西兰花和鸡蛋 西兰花切小颗洗净 西兰花叶子剪碎 临时用油 一茶匙酱油 加水 我的水加太多了 其实加两汤匙就可以了 打入鸡蛋 开始蒸荷包蛋了 和包蛋蒸好了 和包蛋这样做很简单 而且还有西兰花吃 很不错哦 对了,如果您在寻找健康低脂食谱 欢迎到我的频道看看吧 哪里目前有388个健康食谱哦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的频道里还有更多美味的简易食谱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也要去看看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